会用一些很绚丽的口号冲流量 那会让你或是说骂人骂的 让你觉得哇爽度很够 可是你发现他永远提出问题 不解决问题 那股诚意 就是说每次提到这个统独 完全是一个不该成议题的议题 你知道吗 独立自主 我相信身为国民党或民众党 这些人士 你一定会觉得 我在这个国家这块领土里头 你不管是竞选 你是议员 竞选立法院 甚至要角逐总统大位 我一定要独立自主 我一定要自己当家做主 我也希望我的百姓是当家做主 如果这个观念 这个核心价值是确定的话 那有什么好质疑呢 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国家 不过这也是台湾多元化的社会里头 多数的意见容易形成一个主流的意见 但是我们主流意见 不会因此霸凌少数意见 所以在台湾少数意见 或者是说 你的人格特质比较特别 很容易引起注意 很容易在媒体当中 博得一定的一个版面 这个就是多元文化 多元环境社会当中 非常可贵的地方 但是问题来了 这样的一个民主选举 有人说某一种程度也会摧毁 我们长期所建立的民主政治 是不是呢 你怎么看 应该这样讲 就是民主它不是一个 一定直线前行的列车 那民主也是 它需要一个民主巩固的过程 特别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 有时候 尤其共产党会非常会利用一点 就是说 它利用打 它打着红旗反红旗 所以这个里应外合的在地协力者 就是利用民主反民主 对不对 那制造很多的认知战 讯息战 舆论战 那台湾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 那种特殊就是说 好 你去问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你要不要活在 跟你自己选总统 要 对不对 要不要进入位置这样的方式 要 你才有言论自由 对不对 好 那大家都要 那照到你说统独 就不应该是一个议题 那为什么 每到选举就被操弄 那我觉得这里面 当然你对一些老一代的 有一些尤其是1949年后过来的 它确实有它的意识形态 有它的情节 但是随着老成雕去 新的上来 我觉得那种天然台会越来越多 那或者说有一些网红 或者有一些人 他就被收买了 他在土内 请去看一下 为什么土内很多海外来的 你就可以去想一想 那在有一些政党 是因为他要选举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打战争与和平派 中共只要没演习词 你看 战予平凶 赖清德来对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 这个明明就 比如说中美洲议会 最近这样子来退出 又开始了 你只会这样子吗 或者说 跟你进了个芒果 你明明知道 他是来 怎么要介入选举 你看你看 就是这样 他把中国分化的力量 当做是 他选举的时候 非常有用的武器 好 我们这种长期在关心政治的 我们非常理解 也知道民主得来不易 对不对 可是对一些人来讲 也许他是因为 有经济利益的想象 他或许不见得 那么关心政治 或者说有一些人 他就是 生来的时候 就已经很民主了 他不知道 那个民主艰辛的过程 所以 他这里面 就容易有一些纷扰 那再加上 我是说实在话 你比如说 Titalk这些的 每天在跟你认知战 然后台湾要言论自由 你又不去面对 你又不敢进他 然后他就是这样 不断地在洗脑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发现一个 很严重的议题 就是说 利用民主反民主 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开放社会的弱点 要来击破你 那这是共产党 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列宁的民连 再怎么坚强的堡垒 都是从内部瓦解起 他们是会这样干的 那尤其是习近平 请问一下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会怎么看台湾这次的选举 你一定希望 民进党要输 第一 证明什么 证明他对台政策 是成功的嘛 对不对 第二 民进党如果输了 好 其他人好谈 台湾就慢慢慢慢 又回去 一个中国的牢笼里头 我们就跟美日 这些国家脱队了 那你归到一个 中国的口袋去 那对他来讲 这是兵不雪刃 最便宜的方式 所以他介入选举 一定力道会更加的细 更加的多 软硬两手 那这个时候 那台湾人民 我们就是必须 为什么我们节目 要不断地讲 不断地讲 当然我也觉得 民进党 在有些论述上面 我就要勇于直求去对决 民众是可以讲的 比如说他用战争与恐 恐惧牌 对不对 和平牌来跟你对决 你大家可以告诉人民 你告诉我 怎么样才可以维持和平 郭董那和平宣言就可以 和平上就和平吗 不要骗人了 最近还拨了2000万美金 我看曹新成 他捐了1亿美金 对啊 就只是做全民国防 就1亿美金 那他的八大项 又有什么战争学院 又有什么论坛 长期下来 其实2000万美金 新台币大概6亿4000万元 我觉得能用吗 这郭台铭到底玩真的还玩假的呢 来你觉得呢 郭台铭玩真的还玩假的 你在基层当中所感受到了 赖清德 因为最近突破了天花板 有人说赖清德的确 做了一个国家元首 应该有的格局 我觉得不管是侯友宜 郭台铭或柯文哲 你只要回到一个国家格局 应有的视野 你可以公开的提出你的证件 你告诉我们 你当选之后 这个国家你要带往哪里走 不要一天或到晚的证件 就是唯一下架民进党 你唯一要下架民进党 你要票要投给国民党 你必须要很公开的告诉老百姓 你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政策 我不知道 以目前这种态势来讲 国民党被裂解之后的 泱泱大党 百年政党 你的基础 如果一方面 也被郭台铭地方派系给刨除了 又有外患柯文哲 这个百年政党 在未来的政党政治当中 这个在野党 真的是极其可危 你在基层所吸收到的是什么呢 佩芬 其实蛮一致的 我跟小薰姐刚才讲的 就是说赖清德 他就是一个已经有总统样的人 因为连蓝营的媒体人 不是都说赖清德 是最正常的一个候选人 那其他人是怎么样 好友谊 他就是草包嘛 这也不是我们讲的 也是刘家昌讲说 他是没有草的草包 那郭台铭呢 郭台铭他就是一个 很有钱的一个 我说他老丸头会不会有点不近啊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可是他一直想要踏入政治 所以他还是以他这种 我是那个大企业家 董事长 我要撒钱这样子 所以他常常承诺嘛 说我自己要什么什么 可是郭他懂的承诺是这样子 常常大家承诺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觉得说哇 那我应该也可以分到一杯羹 那一定也有什么 带来什么都什么 可是后来再过一阵子去看 好像承诺就只停留在承诺的阶段 不见得真的会落实 他所说的要多少钱 所以现在两千万美金 也不可以相信吗 玩真的还玩假的 大家都在看 他连川普都可以 他应该是康星 现在最有名的什么 听说是种花旗 是不是 所以郭台铭 现在也已经 有点大家看腻了 我说实话 他如果早一点就说 我就是宣布要参选总统 而不是后来变得 有点歹气托捧 大家一直猜说 到底哪一天哪一天 又怎么样 然后郭台铭是这样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 还是继续一直在交货着 然后柯文哲的话 我就说 他是一个暴走式的人 他非常非常不受控 而且他是所有的候选人里面 他就算今天讲A 明天讲B A跟B是完全相反的 大家也见怪不怪 大家好像用完全不同的一个标准 好像柯文哲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宇宙里面 去看待柯文哲 你监督柯文哲吗 我当然 据说为了选票 因为选票毕竟是王道 很多的小鸡 都不敢 不分蓝绿 走一个中间路线 也就是说 批科能免就免 你也走这样一个战略吗 对对不要 我不是 我倒也不是以批科为乐 可是柯文哲真的有一些地方 是很夸张 尤其我自己很 就是关心的 像国际相关的议题 之前民众党的官网上 那个Vote White Vote Right 那个真的是 你要叫我为了选票 完全不讲话 真的是做不到 因为那真的很夸张 那是 不是很夸张 对 非常夸张 非常非常夸张 他不只是国际笑话 几乎已经是国际丑闻的 这个程度了 然后还有包括说 他之前的那个空姐应援团 就弯弯全全误化 这个空姐这样的一个职业 而且空姐大部分 空服员是以女性为主的 他对于这个 空服员的这个想象 完全就是以事实相违背 而且也以真正的重置 也有不同 再加上呢 后来他们整个民众党 相关的人 大家群起的要拥护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们觉得说 他们只要人多是重 他们只要一直讲 黑的就可以变成白的 白的就可以变成 他们人多吗 人也不多啦 他们就是 不会一直讲 没错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像 我不是说以打磕为乐 或者是说什么大磕黑 可是像我刚才说的 国际相关的议题 女性相关的议题 这你看到 你很难不发声吧 我很难当做没看到 对那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当他越来越多失言 或者是失格的事情 出来之后呢 就算大家想帮他辩护 也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呢 其实对于很多那些 想靠向柯文哲小鸡而言 我觉得他们也是遇到 这样的困难 就是说 那你要硬去辩护嘛 那就会落入像赖乡林一样 以前自己是一个 比较正义的 社运的一个形象 然后呢 现在会变成说 啊那个一辩护下去 反而被大家取笑 被大家觉得说 啊那你以前的 这样的形象被破坏掉 对所以我觉得说 相比于赖清德 这个其他这三位的 总统候选人 或准总统候选人 真的是各有各的问题 就就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 虽然我没有像美美姐 这样经历过 这么多次的总统选举 但是我觉得说 这次的选举 这个组合真的很奇怪 1996年啊 到现在 我记得是在2000年 台湾空前啊 出现最多的候选 是有五组 那时候五组啊 2000年的时候 最后是水灵配 陈水扁搭配那个 李孝敏 那个时候国民党分裂 那本来如日中天的宋厨余 当然位居老二 跟陈水扁今天 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也有30万票 那时候宋张配 包括联宵配 还有第四组呢 第四组 我不知道观众们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还有 是许信良 包括李敖 所以总共有五组 因为我记得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我在民事 我是唯一完成 所有候选的那个专访 然后我那个 其实对于 陈水扁当选 那一次 我也觉得还蛮意外 还蛮意外 我相信他自己本人 据说在开票当天晚上 他们本来要切蛋糕 去进行庆祝的时候 决定以低调的方式 因为毕竟台湾在经过 这么激烈的选举之后 某种程度那种撕裂 急需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低调去进行 这个庆祝2000年的政党轮替 某种程度其实是好的 我特别提到这一段是说 台湾的历经这么多的历程里头 说真的我们是 我们的民主的果实 是经过我们的前人 好不容易努力而来的 但是进入这个民主进程 这么久 从1987年 我们宣布解研之后 台湾现在可以在这个 这样的民主 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头 我相信民主同盟 愿意跟台湾紧紧靠在一起 不是因为你们的政党政治 蓬勃发展 大家遇到许多的政策 哇 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 互相做选择 而是在于他们尊敬这个国家 敢勇于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到现在 到现在这个进程 你会发现说 有一些选区 在整个路线 不一样的辩论的同时 形成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辩论 以你的选区来讲 你面对的这个强棒王宏威 非常资深的民意代表 你觉得呢 你怎么说服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你上次在大安区 拿下极高的票数 然后上次吴亦农 在2022之后的补选 他也几乎只有落后 王宏威1.1万票 问题是在这一意当中 北松山跟中山 你怎么说服选民 票应该给谢芬芬试试看 你怎么说服 因为其实当我刚来这个 北松山跟中山 这个选区的时候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北松山很难啦 那但是大家忘记 我是从大安区来的 更难的一个地方 对对 差不多差不多 是 所以我觉得说 不管说是当初在大安区的时候 大家也都跟我说 你就炮灰啦 你没有任何希望 就是说这里很难 不可能改变 但我觉得像台北市 这种比较文教的地方 不管说是大安区 还是北松山 民生社区这一些地方 其实大家其实 与其说是 很根深蒂固的蓝 不如说现在其实很多 是经济蓝 知识蓝 他是可以被你说服 被你感动的 但你要以礼服人 现在我对手王宏威 他的一个很大的麻烦是 他没错 他的全国知名度非常高 他声量也很高 可是他给人的一个形象 是有些时候 没有在讲理性的 他是比较胡乱的在抹黑 然后他是一只嘴巴很厉害 所以他什么议题都可以讲 他今天开记者会讲这个 明天讲屏东的棒球场 然后后天又讲 立陶宛的这个什么事情 对 那他也不在意他讲的事情 到底真实度 或者说会不会被打脸 像他讲说 这个绿能怎么怎么样 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拿 绿能公司的政治现金 可是他自己又去 对别人拿的政治现金 做了一些连结等等的 但他不在意双标的情况之下 他很敢讲 可是我觉得一般的选民 还是会回归说 你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委员吗 那问题现在知识度呢 你跟他之间的知识度 现在呈现的是 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做民调 然后我还不太知道说 我们这一区有没有做过 其他人做过民调等等的 对 那当然他是现任者 他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包括说他的资源 他的团队 整个都是完备的 那我作为挑战者 确实是居于劣势 那尤其是因为在这个选区 对我来讲也是 选民需要熟悉我 我也需要熟悉选区 其实像台北市的这个 算是我们所有的立委候选人里面 就是民进党提名的里面 其实我是唯一一个 没有任何现任的公职的 其他人要嘛就是立委 要嘛就是议员 是议员 对对对 因为当我们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放眼望去 突然就发现 怎么只有我现在 现在没有公职的情况之下 我确实是在资源的上面 是比较困难 可是我觉得选民还是会去看 因为我自己选过上一次大人区 我才敢说这个话 爸妈支持你 家人支持你这样的这条道路吗 我家人不反对啦 你说 应该他们 他们应该算是 还蛮支持我的决定 那当我的决定是走这条路了之后 他们支持 姐姐给点建议吧 同样是在比较蓝的出制的地方 信义跟松山 像许淑华 许淑华在当地 已经是累积了16年的市议员 不过他面对的强棒 是许巧新 听说现在是五五波 你所了解许淑华 怎么可以拿下五五波 跟这个所谓的蓝区的大本营 你觉得呢 听说你知道他 我是给他讲的 我先说许淑华 淑华有他的特质 他选民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 我跟你讲 我不是他选民 拜托事情效率起高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第一点 那第二点 当然我觉得许巧新他有 他自己在跟 沸宏泰初选过程当中 撕裂太厉害了 我听说有挺沸宏泰里长 非常生气 而且这是蓝营的 尊身议员告诉我说 有里长说 不只让许巧新立委要选不上 连下次议员都不要选上 因为七人太胜 那第三就是他有一些攻击 实在是太aggressive 太攻击性了 其实在他的那个人设里头 是有受到一些伤害的 有一些中性年选 会觉得有点受不了 那年轻一代应该有点理想性 一定会不会太投机性格了 那当然书华说他自己的特点 书华 不好意思啦 我也是听人说 我觉得很有趣 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许书华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他对人是真的就像蝴蝶扑过去 一样的热情 会给你拥抱 会给你握手 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那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那他那个地方眷村很多嘛 那我听说他会跟他说 来你假装要眷村伯伯啊 好好好 伯伯 你辛苦了伯伯 你最近好不好 淑华吧 对吧 伯伯就觉得好窩心啊 然后后来听说呢 那个眷村开出来的票 淑华的票就很高 后来就问伯伯说 怎么这边这区呢 这个许淑华票会这么高呢 他说 其实大家都说 对不起年轻花的带错了 好有经常啊 可能今年有没有可能继续再花了 有可能啊 对不对 许淑华多可爱 有人就说 这好像是淑女对恶女的 又有人这样子讲 那我就说 淑华是以他长年的累积 那他那个亲和力 那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可以打到五婆 其实上一次 他就差点赢了 是因为民众党有提名人 所以我觉得这次佩芬有 他非常好的 就是说他本身的 那个学历非常好 经历也非常的不错 那非常有国际观 那这些都是你对手没有的 那你对手又 落跑完好不好 还本完 这个已经赚太多 这个政党补助 怎么落跑 因为这么多市议员 转战地位也很多 拜托没有人像他好不好 还没宣示就已经要落跑了 对对对 你赚了多这么多 政党补助款 你有沒有捐出来 没有 后来大家发现说 哦这里面 他老公都有拿到政治现金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有一些爆料 虽然太乌龙了 那也太不务正业了 你去关心屏东干什么 那你去屏东选好了 那所以我觉得说 佩芬他有他非常好的一个 本身的条件非常好 只是说你熟悉度要怎么够 那必须要在地有人 突然刚刚想到 吴亦农可以多多陪陪你 吴亦农最近呢 真的啊 有我其实昨天才跟他见面 还是壮阔台湾依然 非常忙碌 对对对对 他在壮阔台湾 请他先壮阔一下配分 因为我们 不过这次补选 我觉得他打得非常的漂亮 是啊 这在等于是说 民进党2022败选之后 最低迷的时候 他的第一亿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盈隆会是你选举很大的资产 是是是 盈隆跟我也好朋友 上次是习败 所以大家不敢 让他陪着你 因为大家熟悉他 对不对 那比较起来看也非常的优质 那他壮阔台湾 你也是为了壮阔台湾好不好 你如果当选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他本身要有国际视野 你在这一方面 你是为 你如果当选能够为我们的国会 助力的非常强大的力量 尤其台海问题要越国际化 台湾才会越有安全保障 这个论述可以讲啊 你们都是为了壮阔台湾啊 让壮阔台湾的陪着你一起壮阔台湾 我真的觉得吴亦农可以 陪着你多多少接多多拜访 能见度 我觉得会有加分处 其实如果我们看全世界一些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些政治家 比如说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在1943年 当时他通过了这个学士学位考试之后呢 回到了约翰尼斯堡 走上了律师的从政之路 他后来回忆说 他自己并不是突然顿悟 而是就这么自然而然去做了 而且只能够这么做 当然面对这个南非 长期这种种族隔离政策 曼德拉跟一群好朋友商议 他们决定组成一支青年组织 来以集中动员的方式 非洲人站起来反抗压迫 似乎其实就是这一种反对 这一种压迫的方式 反对歧视使命跟DNA 让曼德拉自然而然走上了一个政治路 后来当然被拘禁 而做了27年的牢 所以每一个人的从政的初心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政治人物 忘了从政的初心 以选票为考量 我只要能当选就好了 甚至我可以拿到 这个我的政党那个基本票 不惜任何的方式 这样的选举风 如果可以得逞 好吗 来佩芬 不会得逞 就像美美姐说的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像我这种 比较可能有点飞蛾扑火 但是是非常有理想性的候选人在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当一个我的对手 他整天在意的是 他从政能不能回本 我们的公共建设能不能回本 然后但是呢 我是希望说 能够把我们台湾的声音再带向国际 让世界上看到台湾 能够真正的为我们的人民来服务 为大家过去一路走过来这一些民主前辈 继续接下他们的放置 我觉得这样子的对比是很明显的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对我来讲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对比 因为其实我必须说句实话 大部分的人 平常可能忙于 柴米油盐酱出茶 忙于这些生活 不会天天看政治 对所以说我现在最主要是 作为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挑战者 在这一区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好这一区现在代表民进党是谢佩芬 那我所代表的价值 我的理念 我的理想 让更多人知道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我现在最大的挑战 好你们想一下 跟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对话 刚刚特别提到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 包括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 即使梅克尔在1989年 在11月9号 当时的柏林围墙倒塌时 郭先生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梁德迈向了统一制度之后 三个月之后 东德的一个物理学家 就是梅克尔放弃了学术工作 他加入了当时整个非常蓬勃发展的新兴政党 当然梅克尔之后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总理 她以非常严谨很沉稳的性格带领着德国 避开一次又一次政治灾难 成为德国全欧洲 甚至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舵手 当然美国史上的第一位的黑人总统欧巴马也是 他为什么要入主白宫 因为他的妻子密雪儿曾经问他 你为什么要选举呢 你知道欧巴马怎么跟密雪儿说 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能够成功出现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也可以打包票 我知道我举起右手 宣誓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天 世界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美国的 我知道全美国的小孩子 包括黑人孩子 拉丁裔的孩子 无法融入社会的孩子 也会用全新的方式看待自己 我觉得视野打开了 也可能真的任何的改变都会变成不一样了 最后有什么话可以送给我们年轻人吗 来配分钱好吗 我觉得年轻人其实还是要有梦想 对未来还是有希望 过去的很多的政治上的一些纷扰 或者是说这种蓝绿的对决 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我要离政治远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年轻世代该做的事情 让我们年轻人知道说 其实政治是众人之事 这听起来很巴骨 可是只有你一起参与一起改变 我们台湾才能带来希望 台湾给下一代希望 其实这其实就是我们初衷 我们真的初心 是 妹妹 我觉得年轻朋友的热情会 是你们最美丽的资产 那也会支持国家进步 但是我们的热情 我们要投注在 其实是要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有时候是这样 在现代的民主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 有些人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或者说他会用一些 很绚丽的口号冲流量 那会让你 或者说骂人骂得 让你觉得哇 爽度很够 可是你发现他永远提出问题 不解决问题 没个诚意 看一个政治人物 最重要的是 你看他一路以来的轨迹 从政的初心不能变 那么我们几个总统候选人里头 我必须要讲 有人说 像郭董就说 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是我跟年轻的朋友讲 如果没有民主 你连饭都不可以吃 为什么 如果今天台湾 是像中国一样 你可以批评任何个政治人物吗 你批评总统 明天你就不见了 中国可以批评习近平吗 所以如果没有民主 你连饭吃都没有 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 那比如说有人说 我有打破蓝绿的高墙 蓝绿都是垃圾 结果发现 他骂人家黑金 就他提名的这个候选人 还有好多党部 前科一大堆 那甚至于柯文泽 当台北市长 他的那个 因为贪污被起诉的 比郝龙斌时代还多 他讲财政几率 结果发现 滥用预备金的 留下一堆烂摊子 给蒋万安的是他 他的北溢北流 到今天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那你觉得这种人 说蓝绿都是垃圾 请问一下 他跟黑金的距离 会不会更近一点 那或者说像侯友宜 我敬佩他的事 每次他讲他的警察故事 我都觉得他非常应用 但是我要请问的是 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只有讲警察故事 你够吗 台湾面临的是 非常严峻的考验 那么我面对强国的习近平 对台湾一直有涂抹的野心 这个领导人 他必须首先 他有坚强的民主的信念 捍卫本土的情怀 以台湾的利益为优先点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他必须要才德兼备 他必须要有很成熟的能力 不管说是对内政的 对国家的安全 对国防外交 那我觉得到今天 我不用讲答案是谁 现在谁的民调突破的时辰 谁完成了反美 获得一致的好评 谁最有准备 我想那是赖清德 我今天不是站在党派之间 但是我永远会记得是 我最重要的是 我是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民 我会永远记得 我的这一票 不是选择我的未来而已 就好像年轻朋友的一票 你们选择你们的未来 可是你为我们孩子选择 他们的未来 我们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台湾 那么拜托你 就选择一个能够捍卫我们 捍卫民主自由方式的 国家领导人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代义士 我觉得配分就是非常好 那么好的条件 别人也许去当大律师赚钱 别人也许就留在美国当选择 他选择是一条艰困的道路 但他没有后悔 他很坚持 他就是非常优质 但是燃烧梦想 坚持梦想 佩菲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 不是为了你自己生命的实现 也不是只为了你的理想 如果有一天你能进入国会 是把你的力量发挥更大 也是为了台湾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美美这番话 我觉得年轻人勇于去承担公共事务 承担起这个国家重责大任 是令人感动的 来自于毕业于杜克大学 也是具有律师身份的林智杰 他过去因为在立法院开议的期间 甚至没有开议期间 他一个礼拜都进出立法院一两次 他没有任何的党职 但是身为一个专业律师 他协助了跨党派的立委 在立法跟修法的过程 那现在他披挂上阵 民进党征召了他 非常特别 他爸爸是个韩本 他爸爸是个韩本 他爸爸 某种程度当然跟他的选择是不一样 可是爸爸当然支持他 一个律师身份 同样的 他现在不是出现在律师事务所 他出现在可能早上要送车 要到去公庙 要到街头 到市场 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不过 他说他选得非常的开心 他觉得他要健康地选 他要快乐地选 因为他觉得他每一步踏出去 都代表民主进程往前挺进的一步了 因为民主自由对台湾来讲 从来都不是从听而讲 谢谢佩芬 加油 也谢谢美美 谢谢所有小军超人Plus 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谢谢你们的参与 相信国人们在收看的这一集同时 很快的 我们的订阅户 应该已经逼向20万户了 谢谢你们支持 当然也欢迎凯内威尔国人们 透过网路正在收看节目的 观众朋友继续支持 小军姐另外开辟着新的节目 Real Talk 真实对话 在第一集当中邀请了谢龙姐 包括了美美 哇 她现在这一次的点阅已经直逼20万次了 才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谢谢大家支持美美 支持谢龙姐这样的一个交流对话 谢谢佩芬 谢谢美美 我们再会了拜拜 拜拜 拜拜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的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挑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对 我就改喽 改了 我 重新tit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